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告诉大家整体的天气变化 更重要的是 这个礼拜六开始 连续四天的228的假期 我们就来解析 这天气状况要怎么改变了 先来注意到 在这个礼拜 我要告诉大家 有两波的冷空气 冷空气有两波 会影响我们台湾上空 第一波的冷空气 就会在周二到周三的时候 会影响到 这是第一波的冷空气 那第二波的冷空气的时间点 会在礼拜五以后开始 那这个是第二波 最主要就在六根日这两天 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 整个温度的变化来说 在今天晚上 是属于东北季风的增强 因为台北市晚上的低温 14度 这个温度已经比昨晚冷了 你穿着方面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到保暖 因为温度上不去 而到了明天 白天的高温 也是只有维持在15到16度 因为整个冷空气 在明天还会再增强 接着明天晚上的低温的部分 就降到13度了 台北市侧站到了13度 称之为冷气团 冷气团影响时间在周二周三 两天的时间 尤其是在周二晚上到周三清晨 温度状况是偏于寒冷 礼拜三的晚上 冷空气开始要减弱 礼拜四的晚上 气温就明显地回升 因为东北季风减弱了 而到了礼拜四减弱之下 可以回到16度 但只有一天的时间 因为到了礼拜五的早上 封面一通过 北部东部再转雨 再来温度下降幅度 非常的明显 到了礼拜五的晚上 又回到了跟明天晚上 一样的13度 所以天气状况来说 在礼拜五晚上 另外一股冷气团 开始进入我们台湾的上空 而这股冷气团 影响来说连续假期 会使得我们温度降 东部地区有雨 西半部地区天晴 周六周日 晚上的低温的部分 就会维持在12度 甚至海岸线部分 有机会在11度的低温 要提醒长辈朋友 或心血管疾病朋友 连续假期的前两天 出去游玩 温度状况是偏低 而且是有点 应该说是寒冷的 所以你穿着方面 真的要特别地注意到了 那接着 当然后面两天的假期来说 随着冷空气要减弱 气温就会在27号 28号开始逐渐地上升 先来看这张 真实色彩的云图了 强冷空气的南下 温度状况来说是偏低的 今天的白天 北部地区也只有在 15度到16度之间 到了南部地区 也只有在25度 温度形态来说 随着冷空气的吹拂 天气状况来说 是一个冷嗖嗖的感觉 北方的高压还在东移 但这个高压 它下来之后 另外的冷高压系统 还会在这 从西伯利亚地区 再持续南下 所以我们的冷空气 是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地开始下降 但云层的发展 我们可以注意到 在我们台湾东边 这边的云层虽多 但水气的发展 主要在往高纬度走 但禁地面 因为有些水气 被这个东北风 给拉进来 所以东半部地区 反而云层量来说 比较偏多一些 卫星云图上 就可以很明显看到 高控场的水气 正在往北的方向输送 但大陆这边 有些云带的水气发展 正在逐渐的东移 但对我们来说 主要是在台湾的 北方海面通过 那北方的高压 目前这个高压系统 已经逐渐地 进入到山东半岛了 但是西北地区 还有高压会再下来 所以明天 仍然是强的冷空气进来 尤其明天的 晚上的低温部分 在周二的晚上 就会降到13度的低温 因为跟这个高压下来有关 而这个高压下来 影响时间来说 就会在周二到周三的时候 相对的是比较偏冷 礼拜三的晚上的时候 冷空气开始要减弱 因为这个高压系统 将会逐渐地进入 到达东海的位置了 而我们的天气形态来说 要特别注意的就在于 这两天 因为吹东北风的关系 可以注意到 空气品质下 北部地区好一点点 但在中部地区 跟南部地区的空气品质 还有包含金门的空气品质 收视比较偏差的 所以要提醒大家 特别注意的话 就是在于说 户外活动朋友 如果有过敏 要特别地注意 我们再来给大家看 两个时间点的地面图 一个就是礼拜五了 当礼拜五的时候 可以注意到 北方的冷高压系统 开始逐渐地下来 冷空气的强度 持续地在增强当中 礼拜六的时候 当高压系统 再往南走的时候 我们的冷度来说再增强 预估礼拜六晚上 北部地区的低温 就会在12度的低温 而这个温度形态来说 维持6跟日两天的时间 而再来我们就看到 27号的时候 到了礼拜一 这是下周一 下周一的时候 也可以注意到 冷高压系统 已经逐渐地东移风向开始 变为偏东北东风进来 所以在下周一温度要上升 下周二 228最后一天假期 气温部分再比较明显地回升 所以冷空气的强度 最主要的 现在目前看来的影响时间 会在礼拜五开始 礼拜六 礼拜天 温度会偏低 提醒你 如果出去游玩 往中南部走都好天气 桃源以南 那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迎风面就云多 温度低 有点湿冷的感觉 我们来看温度了 先来注意到 温度在晚上的温度冷凑 白天高温上不去 北部地区云亮多 中部地区温度虽然会上升 但风吹来 海边有达到九级的阵风 南部地区中午的温度 只有算舒适一点 早晚天气偏冷 东半部地区倒是零星的降雨 主要在东北角道以来 外岛地区夜晚温度 马祖已经掉到八度 未来一个礼拜可以看 冷空气影响在周二到周三 周四气温升 周五东北风增强 周六周日冷气团影响 周一的气温再上升 中部以北的低温在12度 外岛的马祖倒是到了 礼拜五到礼拜六的时候 低温就会降到只有7度 小叮咛 两件事情要提醒 寒冷的天气穿着要保暖 海边风大 骑车要注意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